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華新聞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其實幼稽棄後 我認為所有的百姓都受苦 最苦的其實是比較窮的人 包括農民 我們現在知道農民 這個祖師人的蟲子要放下去 要放下去 耕耘雞的幼稚也就農民出 好 可能農民就在賺不住 農民就在賺不住 鑑鞭車就在賺不住 這些人受害最深 來 我們來看貝西 農哥雞在田裡整地 但每次一啟動 就因為油價大漲成本增加 帶根業者現在先自行吸收 但每加一次油 就忍不住大罵政府 選票選後騙差票 現在一加油就怎麼樣 心痛 怎麼說 口袋越少錢 不是每個農民都買得起 動輒兩三百萬的農耕機 常請人帶根 卻因為油價飆漲 才有每公升 29.9元漲到33.1元 儘管政府會補助3塊 帶根業者人醞釀 一兩個月後調漲代工費 這一漲價可不得了 農民說光一個月內 40公斤的肥料 一袋就漲了25元 防止到熱病的農藥漲 漲了100元 什麼都漲偏偏到股 收購價 從60公斤1400元 跌到1300元 成本通通增加 賣米賺的錢 卻越來越少 我現在在賽季 要一分就要去三百塊 有什麼 有去那一塊 沒有賣 台灣的農民 我有死了 就都都都 一些 一些成本都吸收了 就賣了賣了 不能賣了 農民大態什麼都長日子難過 乾脆不要種田好了 不然辛苦了半天 最後恐怕還要虧錢 平均六七十歲的老農們 一塊站出來 要政府重視農民心聲 農民大態 發言求求求農民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做事人 黑大山的做事人 現在我們來看小學老師 這是今天的中央社 說偏鄉老師動不動 看著油表一直降 心跳都快停了 台東偏鄉無法共乘的老師 上班族上下班超過一百五十公里 油價調漲以後 每個月油錢進台幣一萬塊 有人大喊吃不消 有兩個人每天清晨六點同時 從台東出發上班 曾順利到物路國小七十公里 如果到立道分校要八十公里 上下班因為 這個校長是陳順利 他的勤奏 不然在和平國小當年校長是施秀營 這樣夫妻兩個人 他們一個在山一個在海交書 說上下班近一百五十公里 其實施秀營到和平國小五十公里 來回一百公里 油價調漲夫妻每個月新台幣 那個油錢增加兩萬塊 這個長濱鄉寧浦國小 擔任校長林廷堯上下班超過一百五十公里 他說一湯油可以走三天 看到油一直流 心跳都快停了 油價調漲以後 每個月油錢增加七千五到八千塊 這只有兩個辦法而已 第一個辦法就是 不是說不然你就不要開駕駛 騎腳踏車 大大眾運輸工具 另外一個就是說什麼 不然總統你剛才幫他 補貼 不是補貼 補貼是一種油很矯心 心臟都不會聽到他 後來發現 其實我們這裡最好康的是何老師 你是台北上班不必這樣 沒有 我現在要找三天 我怎麼很兇 我剛才說馬英九參加 這個所謂姚濟黃靈跟他這些話題 叫做疑似性的活動 疑似性的活動 基本上是在做什麼 他的功能 主要是說什麼 是要再增加所謂過去國軍的地位 讓他想說 你看我有這個地位 才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會說 從這裡看到馬英九是什麼 他都只顧自己 現在他知道近世外的時候 他想要先鞏固自己的地位 用這些疑似性的活動 他不去處理實質而已 他沒有問題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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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死 你們辛苦了 反正 我有國務紀要會 我有特資會 所有的都講到我出 對總統來說 他怎麼會嚇 他現在是 我們就說 周美親說得對 馬英九他不會顧別人 他只顧自己 你看他現在創的一些話題就是這樣 真正實質的問題 跟老百姓有關人 他不會出來跟你好好講什麼 是你們的事情 但是他知道他的民調在哪裏 他用這些疑似性的活動想要來挽回 想要做這個 如果這樣 他在什麼 三四可能民調很高 三四 三四 在皇帝那裡可能民調很高 我剛才有那種 他們的老師在說 他說 現在大家外國開車都要坐交通車 因為我們交通車 交通車 你學校有交通車 人擺別校不一定有交通車 因為我們有三角比較紅 但是交通車現在我算一算 你來看看 那有錢又多多少 現在學會有什麼說會去 所謂學雜會有什麼要加收 都這樣來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油價一漲 後續帶動的所有的效果 現在才會慢慢出來 一行一行 一行一行才會出來 但是我們的總統是什麼 我們的總統的心態 我先自己 趕快用這些疑似性的活動 來強化我的地位 強化我好像天父神權這樣 對 這是你們老婆的 我不知道 我怎麼做這些事情 老爸的生活 我告訴你他不在顧 我覺得他都是什麼 為什麼我一開始我就講 二月漲瓦斯 三月漲 五月漲 六月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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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 我們現在問說他現在每行都蓋這麼高 現在收這些錢來是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主要問題 對 我覺得胡老師講得對 弘映你也講得對 其實這都是變相在怎樣 在加稅 因為這些都是民生用品 大家都跑不掉 記不記得 弘映 他當選的時候 他說他過年那幾天 春假那幾天在幹嘛 閉門思過 我現在很擔心他有個黑板 一月要長什麼 二月要長什麼 三月要長什麼 台灣人民給他這麼大的福報 讓他連任 他要回報啊 這是他回報給台灣人民的 真的台灣人民真恭喜 沒什麼其他話好講 對 對不對 黃金十年 洗銀油價上漲 哇 弘映你 那每個月都有驚喜 每個月都要洗銀 洗銀哇 私價上漲 洗銀學費上漲 洗銀健保費上漲 弘映你剛才講台東那個 我覺得那真的是 這些經濟學者 他內閣裡面一大堆博士 要想清楚的 這不是什麼補貼大企業 然後所以由駕長的 這大企業補貼 現在苦的是老百姓耶 今天有個新聞說 高雄捷運搭乘的人潮增加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想開車 可是我在想說 怎麼沒有雲林捷運搭乘的人潮增加了 對 只要沒有台東捷運搭乘的人潮增加 對 因為沒有捷運嘛 台東那些老師 有校車嗎 侯老師在台北大學還有校車耶 台東有校車嗎 有公共運輸系統嗎 有捷運嗎 這些老師都要自己開車 油駕長先死的是誰啊 對不起 我不要說死 先倒霉是誰啊 倒霉是這些老師啊 你真的以為那個大老闆真的有倒霉到嗎 我們現在 所以很多這些學者在講說 啊 鴻宜你也講過那一篇 這個油價是補貼這些有錢的人 補貼多用油的人 可是不要忘記啊 這些台灣大部分地區是沒有捷運系統的 這些人由下一掌他們是先倒霉的耶 我真的很希望我看到新聞說 啊 台東捷運人潮暴增 鴻宜 捷運在哪裡啊 真的只有台北有捷運 哪個地方有捷運啊 徐老師 可是雲林台東花蓮很遠耶 馬總統真的不容易看到 陝西 陝西都可以看得到 陝西都可以看到 雲林看不到 這個 我很久去花蓮看過王媽媽 花蓮一點都不遠 你剛才說立委起婚 最恐怖的 他這次起的是什麼婚 國產菸 過去前幾次巷菸掌家 都是淨口菸先蓋 國產菸掌家 國產菸掌家 這次是蓋國產菸 國產菸大多數有什麼人在吃 老工朋友 農民 虛民 都收入比較壞的人才會吃國產菸 因為相對比較壞 我不信那些大老闆們 會抽國產菸 他們抽的香菸大概都是古巴的雪茄 一支可能都是幾百塊破千塊的那種雪茄 對他們來講當然沒差嘛 台東這個案例 只有台東嗎 我要跟大家說 全台灣 除了台北市以外 每一個館市都有偏遠地區 新北市有沒有 新北市有很偏遠的地區 這問博文最了解 石門偏不偏遠 新北市很多山區 這些老師們 除非他就住在學校附近 要不然他每天是不是也要開車 開幾十公里上下學去上課 全台灣只有台北市沒有偏遠地區 偏偏這些決策的人 通通都全部住在台北市 所以他覺得說 他們覺得很奇怪 你們為什麼不騎腳踏車 你們為什麼不搭捷運 為什麼不搭公車 他的生活裡面 他可能無法想像 沒有公車沒有捷運的地方 他可能無法想像 他可能一世人不能離開過台北市 如果有去就去遊覽 看一看很漂亮 他沒辦法拿回 那些更長 更平安的地方 他們的生活是怎麼過的 有的人不是為了要開車 他是逼不得已 他非開車不可 因為你沒有公車這麼多 還有很多年輕人 台北市的房子很貴 想說 沒有 我買比較小的 我買來逃園 買來拿口 每天開車沒差 現在有差嗎 現在差有夠多 你要叫他賣掉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 你在臉書講這個話 我覺得非常可惡在這裡 什麼叫用越多補貼越多 請問台東這兩位校長 他是用很多 你有補貼他嗎 你有沒有補貼到他 你既然講 知道用越多補貼越多 是不對的 吳敦藝 吳敦藝 不過我告訴你 那你為什麼 大用戶的油跟電 你有什麼補貼不可以出銷 你有什麼不敢出銷 你要去我們一般老闆 拿我們來賭銷 好 連問他要說的 其實我剛剛也沒有把它講完 我想說這種例子太多了 按照中華社寫說 和平國小老師 莊智勳的情供共產 他說 早上從台東縱谷出發 這樣 繞過海岸山脈到 東海岸最北邊上班 上下班超過150公里 每個月有錢近萬塊 他說撞不住 撞不住 撞不住 上下班170公里的 三間國小校長李惠敏 也說真的很恐怖 林務局台中領館處 大午工作站 十幾名員工 住在台東市區 上下班超過100公里 他說一個月有錢 價7千塊 其實當然 離這偏遠上班的人 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要說的是 其實起油價起電價 就是萬物起漲 對 那哪有恐怖 所有的人都很受傷 當然這種人受傷比較淺 馬總統我才管你 反正我又看不到 我只看到陝西 陝西 陝西 陝西跟台西差一字而已 差很多 我今天看暗部 兩個企業家 這次對 五頓他去到補號開會 對油價的條證 他說他的看法 他說我們被寵壞了 所以暗部的詞文說 我們被寵壞 意思就是說 電價合理化之後 這個主人就節能減碳了 他就跟媽媽叫你臉書說 我在節能減碳 在教你們節能減碳 所以這個油氣 你們後面就會節能減碳 那如果沒有就一個氣一般 是啊 所以他們的想法 這樣就大家都給節能減碳 是啊 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老師 你用鹹的 節能減碳 這個 我們要做食人 這個艱苦的 做食的這個 也要節能減碳 用油的東西 所以他的眼中是 好教一下 老師沒有一個聖禮 對 所以我們台灣會有幾位 說生豬雅爪 生駕不孝 你如果生媽英九 吃你夠夠 你在軍生笑 他的眼中就是我們被寵壞 人民被寵壞 所以他現在要節能減碳 就把油價調高 所以他的想法跟我們 可以說我們現實的世界 差有夠多 你如果根據經濟學家的統計 油掉10% GDP降0.22 CPI降0.37 是 你如果照他的 這個價位五月 掉到20% 是 GDP降0.44 這個CPI降0.65 所以這很顯示 這蓋下去 所有東西都會影響到 萬物起漲 油跟電視 民生用得到的這些東西 你蓋下去 人民的生活一定會受到的影響 是 這麥英九不知道 剛才說有什麼要蓋 我黏過的所謂 大家聽 大家聽 你真的會 我不知道 這個火壓比較高 如果我做醫生來看 如果小孩 老人 有夠的人不能聽我黏 我們的98 99 100 現在陳委員 你知道現在什麼都高 泡麵高 奶粉高 最高的是什麼 血壓最高 我黏給大家聽 中油的一些相關的醫生 稅前存異 9899 100 101 稅前存異 98年是2891 99年是241 100年了錢 386 101年現在他算上來 是110億 準備要賺 要賺110億 年終獎金 績效獎金 9899 100 101 現在他算上來 101現在上來立法院 績效獎金 100億要賺120億 110億 110億 稅前存異 你要不要記錶 他算上來 4.6個月 扁好了 所以不關了幾 碳幾 碳幾 都是4.6的對不對 不關碳幾 碳幾 都4.6 現在他算上來 4.6 所以預告沒有 年終獎金 4.6個月 誰拿到好處 我看今天暗部 頭版頭 現在陳忠說要請CEO 國營事業CEO 這樣得到好處 對 這些CEO得到好處 我念幾個給大家聽 唐榮鋼鐵總經理黃宏斗 這個應該是國民黨 管黨部的主委 對 現在是唐榮鋼鐵CEO 台原公司董事長黃喜耀 你知道這個人是什麼 郭樹春瑩 一個月而已 二十九萬塊 台灣地區雜糧基金會董事長 曾中醫 你知道這個人是什麼 這個人是英雄投行官國民黨的議長 一個月而已多少 一個月而已 十九萬四百八十塊 還有一個 中華 中可 中油轉投資的潤華油公司董事長 柯淑敏 這是過去的立委 這個跟郵文 我也不知道什麼關係 他如果可以做這個當事長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三碗 這個我看不到 我覺得這個潤華油公司 需要王健先做 一個月而已 退銷就好 還有幾個 阮鋼門做主來水的董事長 張榮公做央廣的董事長 林詠瑞 這個東映蘇搭過去的 這個趙鋒投顧的董事長 羅智成做東映社的董事長 李建榮 這也不知道怎麼跟飯糧 做銀山飯糧的董事長 都在這裡 什麼人有好處 是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